希望你看完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 嗨,我是鱼翼之兔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 今天要来做什么呢? 今天一样是书籍学习的时间 今天要学习的书名叫做什么呢? 一句入魂的传达力 那这一本书一句入魂的传达力 让我到底学习的什么 想要分享给你呢? 就看接下来的简报内容 这个是我常录的恩兵 因为我之前啊 用简报来录制 然后非常奇怪 然后整个完全录不到画面 所以我只好把它成为pdf来介绍 所以画面可能会有点延迟 好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 一句入魂的传达力 作者是佐佐木贵一 一者是张志渊 出版社是大四文化 三个步骤把no变成yes 第一个切勿将自己的想法直接说出来 先内化好再把它说出来 有些人啊他完全就是不经大脑思考 然后就想到什么直接讲出来 然后第一个你可能会得罪别人 第二个可能会让对方觉得很受伤 你为什么要讲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啊不喜欢我啊之类的 所以你要先思考好 要怎么样回应对方之后 先把它内化好再把它说出来 不就不会有那种得罪别人啊 或是让对方受到伤害的那种 窘境啊 第二个想象对方的想法 平常对方在想什么呢 那我提出问题的时候啊 或是请求的时候 他会怎么想呢 第三个提出和对方利益一致的请求 这边一定要是对方利益一致的请求 要不然你就很容易被拒绝哦 然后请以对方的逻辑创造你的语言 我举一个例子啊 我之前接到一通电话 那他是一个保险业务 然后他希望我保一个保险 那他说这个保险啊 是有些人想要申请也没有办法申请的 他有一个名额的限制 我是其中的一个名额 然后希望我加入他们的这个专案 然后对我的未来啊 非常的好 如果以后生病的话 他们就会那个保险就会给多少啦 几步多少啦 等等等等等等 讲了很多 大概讲了快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 然后我那时候中间就有跟他说 我不需要这个专案 他说可是这个专案啊 是别人想要参加也没有办法参加的啊 啊你就是在专案里面的名额里面 你为什么不参加这个专案呢 这专案对你非常好 你的未来的生活会非常好 他就讲他的 然后我觉得我不需要 我就觉得很烦 我就直接把电话挂掉了 所以啊 以这个例子来讲就是 你要先了解对方的需求是什么样 对方他要你这个产品是想要解决怎样的一个问题 他的痛点在哪里 而不是你在那边自卖自夸啦 老王卖瓜啦 啊我的产品多好多好多好 你没有站在消费者的心情去想啊 他为什么要买你的产品 不是因为你产品多好 或者是你的产品啊 是一个很知名的产品啊 或是很便宜啊 他一定是有需求才会去买你的产品 所以啊 请以对方的逻辑 然后去创造你的语言 而不是你自卖自夸这样子 想象对方的想法的七个好方法 第一个 确定对方的喜好 诶 送你送到心坎里 或是讲话 讲到你的心坎里 就是确定对方的喜好 他是喜欢怎样的东西 比如说啊 他是喜欢书籍的人 那你跟他去聊书籍的方面 或是送他一本书 那对方就觉得啊 我们的关系好像会比较亲近一点 因为你了解我那种感觉 第二个 避开对方讨厌的事情 因为是对方讨厌的事情 所以你就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不要挑战别人的底线 这种人是最讨厌的 所以避开对方讨厌的事情 这也可以说是 比如说对方啊 可能对虾过敏 或是对海鲜过敏 那要吃饭的时候 你就避开说 这些海鲜类啦 然后或者是这个虾的东西 然后就是 反正就避开对方讨厌的事就对了 第三个 给他两种选择 现在人啊 因为选择太多啊 所以都是什么选择障碍啊 你给他超过三个以上的选择啊 他就不知道选择哪一个 所以给他两个选择 也让他比较好下定决心 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 你没有其他选择 所以他就会从这两个选 选他觉得最好的一个选择 他更容易下定决心 满足他想要被认同的欲望 人都是想要被认同的 没有人想不被认同的 所以认同他 就是 他会觉得 你认同我的想法 就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 更亲密了 五 善用你是唯一的力量 就举刚刚保险的例子 那个保险的业务员 就是使用着善用你是唯一的力量 这个专案的名额是只有这些 那你是这个专案其中的一个人 那你根本不知道他的专案 搞不好是五百个人 每个人都对你这样讲 呵呵 对不对 所以啊 唯一的力量啊 就会让你觉得说 我是VIP啦 就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啦 满足他的虚荣心 我是VIP啊 六 听到我们一起去行动 这边我就要讲啊 我之前看的一部美剧 叫做庭审专家 那其中他有萤幕 就是呃他打了一个哈欠 那可是一个那个小孩子 并没有跟他一起打哈欠 他就知道这个人是没有同理心的 他说在心理学里面啊 呃这个啊 打哈欠的动作啊 其实如果你有同理心的话 几乎对方都是 几%的那个几率 就是很高的几率 人都会跟你一起做这个动作的 这书里面看到他说 呃如果你喝水 对方也跟你做同样的动作 就表示他对你是有信任感的 所以他想要跟你做同样的动作 所以下意识会想要跟你做同样的动作 这个啊建立在你也会行动的那一方 比如说要减肥好了 好那你也要去行动一起健肥 这样你也是要有行动的那一方 好这边这个图啊 就是一起去运动啊 第七个 从感谢开口 人除了有虚荣心以外啊 他更喜欢被感谢啊 他感谢就觉得说 哇被认同啦 人就是喜欢虚荣心被认同的 感谢来开口啊 他也是一个语言的力量 来改变你的想法 然后你的心情 然后而不是因为用物品来引用你 Thank you 一记入魂的五大技巧 惊喜吧 就是这个惊叹号 其实你在很多的文案都会看得到 尤其是广告文 这是很多专家都喜欢用的一个 因为它是可以让人 有那种惊讶的感觉 更有那个情绪感在 一个惊叹号就会让你有一个情绪感在 那再加上你适合的惊喜的那个字眼 就会更加分 第二个对比法 BS 那他这边有讲是 一开始可以加入相反的用词 制造高低落差的强烈情绪 第一个你要决定你要传达的用语 第二个找出这个 语意的反译词放在前半句 第三个填入连接词连接前后的两个句子 好我这样讲这样子 你在说什么听不 好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BS 这个东西怎么样 这个东西怎样 那有个比较 那一定是我后面的这个东西 会比前面的那个东西好 因为我要推广的是 后面的那个产品 BS 这个就差价常见的东西了 所以我比较好了解了 像就这样子 一个大的凤梨 一个小的凤梨 这凤梨真的好迷你 好可爱 第三个赤裸裸法 这边的赤裸裸法 不要想歪了 不是要你脱衣服什么的赤裸裸法 No 不要想歪了 我不想被黄标 好 这边是讲说 有画面 有情境 有情景的 这个有肢体语言的表达 这边要说文案最高级的 就是最好最好 最高级的文案是怎样 你可以透过文字 让对方有那个想象 比如说 你讲到沙滩 你就会想到沙滩 比基尼 这样子 就是赤裸裸的一个 SPA 就是你会透过文字 然后去想象 这其中里面的情景 人 事物 然后去想象它的美好 这也在很多文案里面 会使用到的 第四个 重复法 重复法的话 会比较在文案 SEO 像我在YouTube的 那个更多资讯下面 也是会有用这样子的方法 你会常常看到我的文案 好像是在打结一样 好 比如说 今天我看的这本书叫 一句入魂的传达力 一句入魂的传达力 让我学习到了怎样的东西 你会看到我就一直强调这个 一句入魂的传达力 重复法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有助于SEO的排名 然后 如果你在加上你的情绪的技巧 大家就会一直 你一大段的话 你就会一直想 一句入魂的传达力 这句话一直常常出现 那你就会 对它比较印象深刻 那如果加上情绪的话 你会在那怀里就有一个想象的画面 第五个高潮法 高潮法就是连快睡着的人 也会醒来 然后听你说 这一点希望你说的 加主要的内容 或者是直接传达加主要的内容 这边这个东西 是你常常在线上课程里面会遇到的 我就说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你不要告诉别人加内容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你不要告诉别人 你学习我的这个课程 你会学习到了 怎样怎样怎样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可能原本来的课程的价格是两万块 但你是我们的VIP会员 我现在只要给你一万块的一个优惠价格 可是这个一万块的优惠价格 只有限时限量 然后多少时间之后 他就会恢复到两万块的这个价格了 高潮法 跟你说一个秘密 这个是我常常在那个课程 线上课程的文案 然后常看到了 他都会跟你说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啦 你会学习到什么 那这个价格原价是多少钱 然后有一个限时的优惠 对名额多少啦 或是时间的限制啊 然后这个恢复了 一到那个时间了之后 那就会恢复价钱了 你会想说 这么优惠 而且他在跟我讲一个秘密啊 这就是被认同感那种感觉 他会跟我讲这个秘密 就表示他认同我啊 然后我又是这个优惠里面的人 好 那我是VIP 那又满足了虚荣心 好 这是高潮法是蛮高阶的一个用法了 书籍的难易度为中等 基本上我很快速的就可以看完了 字数啊也算是中等 但他的字是偏小的哦 所以啊 你有阅读障碍的话 你就阅读电子版吧 放大 那他有图表来辅佐 那这本书会让我忍不住了 就想要做笔记啊 这个好像也不错 然后他是需要实作去感受到了 那可以搭配文案跟简报的相关内容去阅读 因为这本是比较属于商用的书 然后是比较在讲销售的部分 就从我刚刚的举例就可以举例出来了 比如说跟你讲一个秘密 就是比较适合在线上课程 然后重复法就是比较适合你在写文案啊 SEO啦 然后像是那种赤裸裸法也是比较适合在文案或者是课程上面啊 总之他就是让你去写一个很好的文案 或者是一个简报的内容 你可以透过简报小小的字 让对方理解你在讲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是可以搭配文案跟简报 那你会说我就不想写文案跟简报就不能看这本书吗 也是可以看这本书 我觉得你会从这本书了解一下 一些商业手法 这些人是用怎样的心理学方法 然后让你去买单啊 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课程 就是利用 你讲一个秘密就是利用人家都想要听秘密八卦的心 以及VIP的话让你有那种我就是尊贵的那种感觉 然后限时优惠你就会觉得 我就是想要捡便宜的那个心 所以你会了解说 平常那些商用的文案啊 买东西的那些文案到底是用了怎样的一个心理法 然后让你去买单的 那透过这样的方法你就会知道 他就是在吊我 然后你就会以后再去看这个文案的时候 就会那个新鲜感就没有这么大了 你就会减少你冲动购物的那种想法了 这就是你今天学习到的 第一个三个步骤将NO变成YES 第二个想象对方的想法的七个好方法 第三个一句入魂五大技巧 不知道这本书一句入魂的传达力 让你学习到了吗 你有没有想要来去看这本书 一句入魂的传达力这本书呢 或者是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留言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爱心哦 我是鱼翼之兔 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